生活中有很多的孕妈在生完孩子之后,婆婆为了孩子能够智商更多的呢,就会给产妇做很多的有营养的饭菜和汤类的食物。 但也有的产妇在生完孩子之后,由于家庭情况不是很好,可能就只有自己带着孩子,这样就缺少了照顾。 很多人也因此落下了月的病,那么想要在月的期间身体恢复得好。 在饮食上,要这样做,一、多吃一些红枣,红枣中不仅仅含有丰富的维生素,而且其中还含有非常优质的蛋白质和钙质,这样就会为宝妈的身体补充很多的营养,很有利于无产后的恢复。 红枣对于女性来说,其实是很好的,可以补进血,还可以美容养颜,也不需要削皮,很方便,可以洗一些红枣,然后放在床头,这样在无聊的时候,就可以吃上几颗。 二、经常喝一些小米粥或是蔬菜汤,小米粥含有丰富的维生素,以及一些人体所需的氨基酸,糖类和碳水化合物等,含有很高的营养价值,而且还很有利于宝妈的肠内蠕动,促进消化,可以帮助身体恢复。 当然,如果你不喜欢喝粥,也可以多喝一些蔬菜糖,这样可以帮助身体补充更多的水分,还有利于乳汁的分泌,很多的蔬菜中毒含有很高的营养。 三、多喝一些红糖水,红糖水有帮助产妇补铁,利尿,还有可以帮助排恶鹿的作用,而且在产后,产妇的彷徨功能恢复,需要排鸟,产妇体内的血质流失的很严重,恶鹿还没有完全的排干净,这时红糖水是最适合不过了。 有很多婆婆想要产妇恢复身体,就会在产后,给育妈做一些大补的食物,比如人参等。 人参虽然具有促进血液循环的作用,但是也会影响育妈在分泌过程中受到损伤了血管的自行运渴,严重的甚至会造成出血不停,所以人参最好不要在产后的前几天食用,最好要获得一周再食用。 另外,以限重口味的食物,最好不要吃过咸或是过辣的食物,这样不仅仅不会利益产妇的恢复,还会使产妇受到二次伤害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文贴近于C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